北京时间8月21日,据西班牙媒体买卡报消息,巴萨拒绝举巴黎商谈垃圾地旗的转会事宜,并告知对方想要垃圾地旗,只能砸1.25亿欧的解决金。 报道着,巴尔维德认为保持球队的轮廓非常重要,他不想要垃圾地旗转会离开,但是,如果要砸违约金的话那就无能为力了。 但问题是,巴黎受困于财政公平政策,想要负1.25亿欧元的违约金拿下垃圾地旗,就意味着他们要卖掉一名甚至是几名球员。 该媒分析,如果放垃圾地旗走,此前巴萨看上的巴黎中厂拉比奥特可能会加盟球队,但巴萨不想这么做,因为他们不想放垃圾地旗走,并且拉比奥特宁愿合同到期,可以免费加盟。 巴萨与巴黎之间的关系并不好,这也使得巴黎购买垃圾地旗的难度大大增加,在去年夏天,巴黎曾砸下2.22亿欧元违约金从巴萨引进内玛尔。 巴萨与巴萨 巴萨与巴萨 巴萨与巴萨与巴萨 巴萨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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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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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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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